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子智库的第一集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这个生死论药 今天天天会由这个深入浅出去带出这个话题 相信人和灵魂尤其是在我们发现了quartum的存在之后 更不能够否定灵魂的存在 至于这个人,我们很多时候会由上面向下面而看 为什么要由上面向下面而看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不足 我们会看到很多事情 例如每人和人之间的比较 会觉得为什么对方有某某富豪 某某成终富豪会拥有些什么而自己没有的 又或者有一些事情不论是成就、金钱、权力 各方面我们都会觉得有不足的 都会觉得就是说 会很想拥有人的欲望 会不断一路一路地去 希望拥有多些 又多些一尊而去升高的 那这个是物质上的,OK? 就是由在上面的角度去看下去 看回自己 就发觉自己好像还很少 还未到达那个level 未qualify的,OK? 这个是人去想的东西 是用体去想的东西,OK? 用我们的脑子去想的东西 但是如果从与灵的角度去想 就会反过来的 我们会由向下而去向上望的 就会在想中 我们在圣灵上面 我们怎么可以能够 我们心灵上有一种满足 而去更加升高的一个level 那好了,那说到这方面的话 这些未必是一些成就感 例如,阿Kiem举一句例 例如一些社工 社工他们去做一些东西 他们的人工未必是很高的,OK? 有一些甚至乎 他未必是一个真的社工 他是一个自愿性质的,非牟利的 他自己自动主发,主动性,自发性 去做一些在社会上做一些义工的 那这些情况下 其实他是完全是真的一个义务的 是性质没有任何 我现在在说的是 没有任何政治或者任何一些利益的 那他们都去做这些东西 而相反他们所得到的那种回报 他们心灵上所得到的 他的性灵上得到的 其实就已经升高了 那这个就是说 就向上去望 不停地去追求向上去看 那而且还有一样东西 我还发觉一样东西 就是说 如果人去看的东西 就通常是向我而看的 就看别人 譬如说 穿着剑是否名牌 或者别人身边用了些什么 是看别人的表面 而在性灵方面去看的 就是向内而看 是看人的优点 如果我们要看人的缺点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OK 每一个人是完美的 那变成了一样东西 就是说 你会看到每一个人 你专去刮别人的瘡巴 是没有意思的 人是要懂得 去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judge people by their individual merit 这一样东西 由小朋友的时候 老师已经经常说的 OK 那好吧 如果我们说到人和灵 这一样东西 不得不提的 就一定说到有很多人 说到前世今心 那既然有 OK 既然有人 有灵魂 这一样东西 一定是说到前世今心 OK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一个循环 那这个涉及到就是 Dimension的问题 那Dimension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那就是一个 不知道叫次元 还是什么 OK 那我们生活是一个 3Dimension 3D的 3度 那当然现在已经去到 很多不同的角 就是不同的空间 OK 已经是超越了 11个Dimension OK 那当然还可以 其实是一个Infinitive 一个数字 0 去到3 360度 就不会回到0 原始点 其实是无限的 其实 如果你读数学 你就知道是一个Infinitive 是无限量的 无限大的 那好了 那 当我们呢 要透过 要用3Dimension 就是3度空间去看的话 其实在精神学上 里面 人是可以透过这个轮回去治疗的 那去医治一些不明来历的病 那在美国有一位 在耶路大学毕业的精神科医生 Dr. Brian Weiss 就是力推这种精神治疗法 那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 但是今天由于时量关系 那就不会逐个逐个去说了 那新老病死 有人认为是轮回一种学习 他们认为是一种学习 那么就靠过灵魂重新去进化 那你不会无聊至今 不停地在一个系统 转来转去 其实是给一个学习的机会给我们 不过实际上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不单止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学习 而是一个进化 当然我也都明白了 达二汶的进化论是被人推翻的 但是这里是讲生命上的进化论 那进化的层次呢 学一些新的事物和解脱前一世的无知 而重新在一个新的肉体里面 去进化的 所以生命时有人认为是一个 那些部分的记忆已经暂时都不记得了 只是想想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一些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我们会记得 甚至乎随着 人老了 老退化 老人痴呆 很多东西都会失去 甚至乎 甚至乎 我们会记得前世的记忆 以及在未离开区体之前发生的事 那灾难呢 尤其是最近期 虽然说今天是中秋子 那近期很多天灾人祸 在新闻发生很多很多事 很多悲剧 那灾难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想的 大家都不希望会有灾难发生的 但是偏偏有时 神就有这样的灾难 有这样的安排 是一种 会带给人 带来一种痛苦 大的有孔杂 天灾人祸 重病 小的有破产 离婚 失业 失业 这些 虽然说小的只是离婚 破产 失业 但是 在当事人来说 如果他是 比如他面对破产 其实已经是 对他在他的人生里面 已经是一个很坑坑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 但是在灵的角度来说 其实只是一个经历 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你看到他们 比如很年轻的 因为失戀 感情问题 情绪问题 走楼上 一声就掉下来了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 去珍惜眼前人 还有看到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 而我们也可以付出一点 而可以去帮到的 就盡量去帮 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 不一定是涉及钱的 可能你说 你没有能力去用钱 去捐多少 捐十亿八亿 但是其实 你有时只要 给一点点时间 去聆听他们的说话 或者去开架一下他们 可能这些 已经是对他们在海湖大 的帮助 你随时可以救回人命 我们通常 面对着这些人 面对着这些灾难 都会埋怨 其实 人生不如意的事 十常八九 这个说话 好像听起来 好像老心上谈 大家都听到很多 大家都这么说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每一次这些经历 对自己 或者一些重大的 身离死别的 对生还者 那个 那个感觉 那个影响 其实是一种学习 是学习 用心的角度去 去看不同的事物 去懂得量解别人 以及去原谅别人 有时候有些事情 原谅人方歌人 等于放歌自己 人生是一定有不同的经历 每个人有不同的祭遇 有些人会很顺利 有些人会比较多 很多坎坷 但是坎坷也未必 未尝是一件坏事 那 也是一种进化来的 那 希望大家如果有心结的话 应该懂得去放手 等于放歌自己 否则只会有痛苦 继续一路痛下去 OK 那 其实这些一切都是进化来的 那 人 有些人是进化得快 有些人是进化得慢 那 正如呢 在我的Youtube blog上面 我写过一句 我也一直在调整 我觉得很有意思 人间冷暖情为贵 世事沧桑越坚强 一旦呢 你可以看透了 他呢 你就可以 好似阿Kym 在这个blog里面写的 就是 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解下心结 秉足 安然脱迷 那 你的人生呢 就会进化 而且也会升跌 你的 其实痛呢 是会令到你的肉体更加清醒 而苦呢 就会令到你的灵性 是一种觉悟来的 如果你明白的话呢 你是可以由另一个层面去看的 痛苦呢 其实不是一种情罚 也都不是一种折磨 是一个啟发人 的一个智慧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句话 就如在美国 有一位 化学家 OK 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Watson Carver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呢 不要呢 只是用 以这个成就 去批评 或者去评论 一个人 我们要看一下 他走过艰辛的 岁月 用他经历的 他走过的路 去评论 他的成就 假设 心灵最终 只是灰飞烟灭 又或者你说 等于什么都没有 慢搬带不走 OK 这样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人还要这么努力去做事呢 我们每一天 是不是只是为了单单 只是为了生活 而去拼搏 这个都需要大家 去反思 而死亡呢 其实 只是医生去评论 是很大的 肉体的死亡呢 其实 灵魂还是依然活着的 肉体不停地去追求 物质 但是呢 灵魂相反呢 就不停地去成长 和进化 继续去评论 继续去评论 不知道大家有否同意 为什么 艰苦 是很多人 会很却步 会很害怕 很害怕 走冤枉路 但是 其实想真的一样 所有的困难 艰苦 都不是白崖的 其实说真的一样 我们走过的所有的路 不是冤枉路来的 不是往走的 每次我们就算走了一些 我们在 人觉得是冤枉路 其实在圣灵上面 在灵里面 其实这些不是冤枉路 都是一些学习 又例如我举一个例子 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家 Bedophine Bedophine的妈妈 她生了八个小朋友 有三个是浓的 有两个是慢的 有一个 她有智商的问题 而Bedophine的妈妈 在她那一生 Bedophine的时候 她当时 她身上 还感染到 梅毒 你想想在那个年代 其实基本上 已经是 不得医 但是 偏偏 结果出来是 Bedophine 是成了一位 很出色的 音乐家 阿Kym 虽然不是 鍾情于 Bedophine 但是有时 晚上 坐在办公室 静静地 都喜欢听听 Bedophine 不经不觉 其实 现在 已经是 190周年 距离 Bedophine 世世 190周年 在这里 我希望 可以引用 圣经的一句话 世事 加上天的祝福 凡事 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 都有定数 所以 上帝希望我们 如何做 我们就尽量去做 其余的 都交托给主 我们也知道 近日社会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域 都发生了很多事 就正如 阿Kym小时候 老师经常说 8月15日中秋 有人快乐 有人愁 不过 阿Kym在这里 就希望 大家 有所得着 而且 最后 更加希望 大家今天 是中秋前快乐 欢迎大家 继续支持 我们的 阿Kym的 功夫 Channel Kimsunji 和 金森子 李森文思哲学 研究社 的 如果大家 支持 大家 subscribe 我们会继续 继续 做 而且 还会做得更多 而且 再加上好书推介 还有 心智智库 另外 就是 錦囊 也会继续做 希望 下次 可以 见到大家 拜拜